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首新的这首歌也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新歌叫做躺着 这首歌叫躺着呢其实它是要表达一种态度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可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循规蹈矩 那躺着呢它只是一个表面的形态而已 可是我们的心里还是要一直是站着的 要站立的站才是我们的本质 所以也就是说呢人虽然躺着可是心还是要直的 没错那这首歌呢是改变了这个动作的命运 改变了躺着的命运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会不会让你的心站起来了 赵勇鑫的歌躺着 赵勇鑫的这首躺着 来躺着看有没有直直的呢 赵勇鑫的赵勇鑫的 有直入瓶 不错 正直的正直 看很多人都不得正直又坦然 啊厉害了厉害了 好了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阿兴的当每颗星星 也是阿兴呢最近为了这个黄活自导自演的电影一出好戏打造的主题曲 那两个人呢算是第一次合唱这个电影主题曲的 而且呢阿兴就说啊 他觉得每个人呢其实好像生活在一个孤岛上 然后呢要追寻很多的星星 这个星星呢有可能是梦想 有可能是爱情有可能是友谊的 所以不管你在哪个孤岛上呢 最重要是找到属于自己最闪亮的那颗星 最重要 而我们两个就是彼此最暗淡的那颗星 可以离得远远的可以离得远远的就离远一点的哈 来听听这首阿兴的当每颗星星 好啊听过了当每颗星星现场有两只星星 你太直啊我是一颗亮星星 看包袱几宗之人 OK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林又嘉的歌爱的分贝 那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公益主题曲 而林又嘉就是这首主题曲的统筹 所以他筹办了这首歌这样子 那这首歌呢其实呢是以一个听障儿童的心声 去揣摩这首歌的 他希望他可以用他的歌声呢 让这些听障儿童呢也有机会去感受一下 这个世界的一些画面 所以就是以他们的那个视角去唱这首歌这样子 就是一边听也是很有意境很有画面的一首歌曲啦 所以你听了可能会有一些心酸的感觉啊 一些对世界的就是他们对世界的一些疑问跟感触的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林又嘉的爱的分贝 好嘞 今天的这个新歌推荐呢很快的就来到了第四首歌 接下来这一位呢厉害了 我们的铁肥哥邓紫棋啊最近就发了他全新的EP 这首是他的主打歌叫倒鼠 那词呢跟曲呢都是他自己亲自包办的 非常有才华 那说到这首歌呢 他们就拉大队到内蒙古去拍摄MV 结果呢遇上了车祸 因为原本他们要回北京的时候呢 结果暴风雨寒班就取消了 结果在开车的路上呢 他的这个车子去撞到前面的车 原本他已经睡着了 突然间被抛弃 还掉在车内座位的空隙里头 非常非常的惊险啊 不过我跟你讲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 这首歌一定红啊 红啊 来听听看邓紫棋的这首《倒数》 记得一直到说的 说明是笑的温热 这首有你的爱着 还无悔的走法 有你就不怕买了 好了现在来到最后一首的新歌推荐了 也是一位女神啊 我们的郑秀文女神 Semi的这首《千年如一日》 不要唱啊 《千年如一日》这首歌 那郑秀文呢为了拍这首歌的MV呢 他其实去了台北的一个秘景拍摄的 那在这个秘景里面呢 他就站在岩石滩的上面 然后就会有一片寂静的星空下 令人感受到那种大自然的壮观和美丽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MV的话 你应该会 哇好美啊 这样的感觉 就好像你看着我们一样吗 你真的很敢讲哦 那重点是郑秀文就跟你说啦 爱情时间长短不重要 单纯的爱呢 就有如《千年如一日》的爱情条 相信我仍然守护你 相信我能陪你到数千亿个神器 我可用十万年对比 每天及月年万千惊喜 五首歌都听完了 你喜欢哪首呢 赶快去投票投票投票 上到九哥娃.com.my 那今天呢 我们一样也是有这个唱K礼券 要送给你的 100令吉的唱K礼券 各两份要送给 待会会留言的你 那今天的问题呢就是 那刚才我们有说到有某一位歌手在拍MV的时候出了车祸 是 那这个歌手他是谁呢 赶快把你的答案留言在下面 然后我们会从中选出两位幸运儿 然后呢将这个唱K礼券送给你的 没错 那记得如果想要听我们完整版的排行榜呢 就是星期六早上的六... 七点 这一端同行啊 那记得如果要听我们的排行榜呢 就是星期六早上的七点 还有星期天傍晚的六点钟会有重播 所以我们下星期见 拜